欢迎收听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音响版 我是小妹妈妈 小朋友 上一集小妹妈妈有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还记得吗 有16个点点 它们排成了4个一排 4个一列 我们要试着圈圈看 这16个点点能够圈出几个正方形 你有试着画画看吗 如果你听不清楚这个问题 小朋友可以到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FB粉丝专页上面去看看 我们有把图形还有答案公布出来哦 如果你答错了也没有关系的 小妹妈妈也是花了好久好久的时间 问了好多聪明的朋友才解答出来的呢 反正呢 最后弄懂了就好 可是小航和阿提可不能答错啊 他们如果答错了 可能可能就要被巨无霸大蝎子给生吞下肚了 X寻宝探险队 X寻宝探险队 木乃伊军团 埃及金字塔 人面师生 文 李国泉 图 太阳兵团 小角落文化发行 故事2 拉美西斯二世的难题 天哪 这些是什么 一阵天摇地动 把阿提和猫咪小鹿鹿都震摔倒在地上了 而从四面八方 像箭一样快速地逼近着的 竟然是 是 是蝎子 阿提大叫 刚刚在石柱塔上的古埃及文上有写到 金字塔升起的同时 它的守护者们就会出现 上面指的守护者 一定就是指这些蝎子了 小航的话才说到一半 一只跑在最前头 有着最大 最锋利的大熬的黑色大蝎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跑到了阿提的身后 阿提危险 小航大叫 一边叫着 小航一边把原本系在腰间 看起来像腰带一样的长皮鞭 给迅速地抽了出来 小航 哼 得一声 用了一甩 皮鞭就不偏不倚的 射向了那只冲向阿提的大蝎子 皮鞭呼呼呼地转了几下 把蝎子的毒凹给紧紧地缠了住 阿提快点 我来拖住这些蝎子 你赶快去把石柱前面的盒子里的牵球 塞到柱子中间的格子里去 快点 可是我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几颗啊 如果我放错数量了 答案是 二十 是二十颗 小航一边吼出正确答案 一边使出吃奶的力气 拉紧皮鞭 想要牵制住巨无霸蝎子 但一个人类呢 怎么可能力气比得过怪物嘛 小航的力气越来越弱 手也不停地发着抖 他就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快点 我拉不住他了 快去放牵球 小航大喊 这一声大喊 仿佛把失了魂的阿提终于叫醒了一样 阿提回过神来 立刻转身弯腰 先是一把抓起了十颗球 丢进了木柱中间的格子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哎呀 就在要丢进最后一颗牵球时 另外几只大蝎子也冲了过来 他们都想要过来攻击阿提 结果冲得太快了 就像是有几辆大卡车在十字路口对撞了一样 哄的一声 发生了蝎子车祸 蝎子们全都撞成了一团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声响 阿提吓得手一滑 最后一颗牵球 隐身掉落到了地面 啊我的猪子 猪子就这样往前滚了好几公尺 再滚下去 就要滚到大蝎子们的面前了 这个时候 小露露喵的一声 喵 往前一冲 它竟然跳了出去 飞快地咬住了那第二十颗的小牵球 再用同样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跳回了阿提的身边 小露露 你真的是一只神猫耶 阿提太感动了 它忍不住这样赞叹着 你你可以等一下再称赞小露露吗 我快要称不下去了 快点把牵球给放进去 啊对不起对不起 二十 第二十颗 就在最后一颗千球被放进格子里的下一秒 一阵奇怪的铃声 从石柱塔的深处传了出来 听到了这个声音 所有的大蝎子 先是静止不动了一下 接着它们就好像听到了主人发出指令的小狗一样 一转身 一边摇着尾巴 边朝原本藏身的方向 轻悄悄地又快速地移动回去了 终于 终于安全了 真的好恐怖哦 我以为这次啊 我们死定了 看来 只要成功解开谜题 它们就会让我们进去呢 小航和阿提两个人 终于松了一口气 真打是千军一法 差一点它们两个就要成为蝎子的美味大餐了 可是 没等它们多喘两口气 紧接着 石柱子中间的石板面 突然地往地面下方陷了进去 露出了一排通往地底下的长阶梯 这个难道 就是通往地下金字塔的入口吗 没错 就是这样 跟我猜测的一模一样 这下面肯定会有拉美西斯二世的宝物 阿提 小露露 我们走 小航一行人 拿着火把当照明 顺着长阶梯一路往下 小心地走着 哇 这里面啊 出乎意料的宽敞呢 这个金字塔 埋藏在地底下的面积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不断阶梯 长到像看不到镜头一样 这个金字塔宫殿里面 四周的墙壁也非常的高大壮观哦 而且墙上刻满了古埃及文 还有一些神秘的符号和图画 看了墙上这些图画 我更确定这个金字塔跟拉美西斯二世有关 你看墙上画的都是记录着拉美西斯二世的各种战机 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第十九王朝的法老 在他执政期间是埃及新王国最后的光辉了 他发动了一系列的远征 其中包括了跟西台人发生了冲突 最后签下了史上第一个国际协定 另外呢 他喜欢庞大土木工程的拉美西斯二世 也新建了许多的神庙 不过很可惜 在他死了之后 埃及的势力就逐渐的走下坡了 阿迪你看 这些蛇的眼珠啊 都是用黑玛瑙做的吧 黑玛瑙可是非常值钱的珠宝呢 看他这样还完好无缺 没有被挖走 肯定啊 是没有盗墓者来过 也就是说 我们是第一个进来的人 哇哦 真的好让人期待哦 小汉汉阿迪 一边看着四周的环境 一边小心地继续往下走 他们两个人 一只猫 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自己的脚底下 真的很担心 如果一不小心 又要踏到了什么可怕的机关了 不过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的是 有一个黑色的身影 正悄悄地跟在他们的身后 小汉我们这样到底是要走多久啊 我的腿都快要酸死了 我们已经走了两个小时了 还没走到底吗 还有 你有一点耐心好不好 到墓就是这样子的嘛 而且金字塔又不是普通的坟墓 金字塔都很大很大耶 现在又没有电梯可以坐 诶 你看 前面好像是某一个入口耶 哇 这里好大哦 可 可是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迷宫吗 呵呵 看来啊 这就是第二个关卡咯 映入眼帘的 是一座像是独木桥一样的空中迷宫 这个迷宫 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它的排列 很像呢 弯来弯去的大富翁桌游一样 又连在一起一格一格 并排着的路 走一走呢 还会碰到岔路 而在每一颗岔路的路口 都会有一个突出来的按钮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小航站在这个迷宫的起点 仔细的研究了起来 嘴巴里啊 还念念有词 嗯 我想哦 这个机关的意思啊 应该 应该是这样的哦 如果呢 要平安的走到对面 不要触动地面上的机关 一定要啊 把每一个岔路上的按钮 都给它按下去 可是每一条道路都只能走一次 不能回过头走第二次 嗯 我想应该是这样没有错 小航啊 我知道你现在正在专心的破解关卡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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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 先稍微抬头看一下 看 看什么 不看还好 小航抬头一看 天哪 在这个迷宫机关的周围 高高的墙壁墙面上 有成千上百个长方形的凹洞 每一个洞里都站着 全身包缠着白布的 木乃伊 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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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上有好多木乃伊 啊 这 这 真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最新木乃伊生前 应该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士兵吧 他们在变成木乃伊之前 都是拉美西斯二世中心的部下 死了以后 也希望可以守护着拉美西斯二世的宝物 如果我们启动了机关 我想他们应该会醒过来 追杀入侵者吧 嗯 入侵者 你说的入侵者 该不会就是指我们两个吧 当然是指我们两个啊 不然还会有谁 哎呀 你放心啦 我已经知道要走什么样的路线了 阿提 你帮我拿着火吧 哦 记得哦 你要跟我同时一起踏下去才行 小露露 你也是哦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踏 一 二 三 踏 小航带着阿提和小露露 小心翼翼的一格一格的往下踏 每到一个岔路 就按下岔路上的按钮打卡 小航非常非常的小心注意着 绝对不朝走过的方向重复的走 小朋友 如果你也想跟小航他们一样 试着解开这个迷宫关卡 小费妈妈也会把这个迷宫的图片 公布在我们家的睡前故事FB粉丝专页上 有空的时候呢 你再请爸爸妈妈帮你上来粉专看看 就可以一起来解谜咯 小航和阿提小露露 凭借着小航超强的推理还有计算能力 就这样顺利的不重复任何一步路 安全又平安的通过了迷宫 走到了对岸 正当他们要高兴地互相挤掌庆祝一下的时候 怎么想到四周的墙面上啊 突然开始了有一些动静 这 这是什么声音 阿提全身的鸡皮疙瘩都累了起来 不祥的预感淫满了他的胸口 却很像喝咖啡吃甜食 让他的胃食道逆流了一样 哗的一下 一股想要呕吐的感觉 从未往上涌到了喉咙 天哪 墙上所有的木乃伊都动了起来 而且他们就像是会轻弓一样的 一个一个像雪片往下落一样的降落到了地面 只是他们可不是什么美丽的雪花呀 而是 而事眼睛露出了 红光 还有 黑黑尖尖的牙齿 发出了恐怖的 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 这样的声音 他们是木乃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古埃及人认为人死了以后会重生 而重生的灵魂会回到原本他们的身体里 但人都死了怎么办 所以必须要确保死者在获得重生之前 他们的身体能够好好的被保存着 而古埃及人保存遗体的方法 就是把那个尸体做成木乃伊 随着地位的不同 做成木乃伊的程序也都不一样的 其中法老就是国王 他们的木乃伊制作是最讲究的 常常需要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而一般的步骤是这样的 他们先用很香的棕榈酒来清洗遗体 然后再用他们的圣水 就是尼罗河水来冲洗干净 之后从遗体的左侧开刀 把内脏们都挖出来 可是要保留心脏哦 因为古埃及人认为 重生之后的死者要用到原本的心脏的 接着他们用氧化纳晶体来保持干燥 进而达到防腐的效果 就这样呢 把它淹个四十天之后 再次的用尼罗河的河水来清洗干净遗体 然后还要涂上一层油 让遗体的肌肤能够保持弹性 不要干干的 那之前挖出来的内脏都已经晒干了 变成干燥内脏了 就用亚麻布包好 再放回遗体里面去 那些器官呢 以后复活了都要用的 最后啊 用亚麻布 一层一层一层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卷拉卷卷拉卷的 包好木乃伊 之后就把它放置在棺木里了 这就是古时候保存木乃伊的方法 而且因为木乃伊的形象太鲜明了 常常都会有很多刺激冒险的恐怖电影 会设计木乃伊出来吹着人跑 或者是呢 木乃伊他成功复活了 变成了拥有邪恶势力的大坏蛋 跟善良勇敢的好人对抗 这样的情节最刺激有趣了 可是问题是 小航和阿提他们现在 恐怕一点都有去不起来 他们明明成功 又正确地破解了迷宫关卡 这些木乃伊怎么会被触动而复活呢 欲知详情 下一集的音响版 小妹妈妈再来讲给大家听吧 时间不早咯 该乖乖地睡觉觉了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 拜拜